好 我們來看一下每個老師現在回答的心情 那這個又回到什麼 老師的角色對不對 我想看看同學回答的狀況如何 你就按右手邊這個 這裡我可以把他公開一下 在這邊 老師呢 您到底可以看 您可以自行選擇 您要不要開放給同學知道這件事情 你可以開放他個人的 也可以開放全班的 通常我是比較那個啦 我是比較公開一點的 因為連成績我都讓同學自行 每個人不只看到自己還可以看到別人 因為這樣他才會有比較的心理 就是說我們都很公平 你覺得他為什麼分數比較高 那我們把理由講出來 同學就比較能夠接受 所以我現在把他設好之後 老師呢 待會您重新整理一下就可以 您會發現您在這邊 像我在這裡 我已經公開了 所以呢 您到這邊 我把頁面重新整理一下 按一下上面這個重新整理 您進來呢 任務 您也會發現這裡也有 有沒有一個 這個 進度 我點到測驗的進度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大家都看到了 現在我現在用的這個是訪客帳號喔 所以 哇 大家回答的都很踴躍有沒有 打勾不代表過關喔 打勾只代表說怎麼樣 有交卷而已喔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練習題 你看這個 您如果要看詳細的統計就按上面這裡 好 點進來之後 好像大家都有過關 不過這位同學有交了兩次 您有發現了嗎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那我們不在於 重點不在於怎麼樣 同學交幾次 而是在於他會或不會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關到 喔 你看 第四只有答對一題喔 那 我們重點是 欸 你知道他答的是哪一個 有沒有 他答的是 額對 對不對 可是正確答案是一語嘛 這樣我們有沒有會比較清楚 這個同學的增結點在哪裡 第二個 我們除了看每一個同學的以外 你也可以按照題目來做整班的 這是OneNote一個在分析上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我去看整班 欸 奇怪 他 大家回答的 欸 比如說你看 回答一語的 正確百分之七十 欸 還有一些有沒有回答 或者他選錯題目的 那 選錯答案的 那我們就會去知道說 欸 為什麼他選錯了 到底他能夠選哪一個 這樣是不是做即時的統計 大家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這是 OneNote在練習題的部分 那當然 OneNote也可以做筆記 我昨天晚上比較晚睡 因為我去庫克雲玩一玩 雖然下午不會在這裡 但是 庫克雲也有做筆記的功能 只是呢 他的筆記就不像OneNote那麼豐富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您發現了 欸 我這一題不大會喔 怎麼辦 沒有關係 您看到這邊 假設我現在是仿 就是 學生的角度 我來這裡 看這一題 不會 那我就來右手邊這裡 顯示筆記 有沒有發現我們在這邊可以做筆記 對不對 好 那我就從這邊齁 測驗體我就先進來 好 您可以隨時增加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因為我剛剛有裝的擴充工具 不過因為現在是板客這裡看不到喔 所以我給您看這一邊的 如果說您有用的所謂的擴充工具的話 好 您要繼續練習可以 按一下熟寫筆記 我們 OneNote的這個擴充工具 會把畫面拍下來 它就可以自己在上面直接做筆記 有沒有 欸 那你就按提交 這個時候呢您就會多了一個叫做 手寫的筆記 而且如果是影片體更好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在看影片 我可能看到一分鐘的時候才做筆記 當您按了這個筆記之後 影片自動回到一分鐘 這個在我們顧客眼也有 顧客眼也有類似的功能 好 所以這樣做筆記 是不是就跟我們的教材就同步了 而且老師可不可以看到他們的筆記 可以的 好 老師可以在哪邊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有做筆記 比如說你看我們按一下筆記 有沒有發現 欸 你看 賴老師有認真有沒有 馬上會發現這裡有做一個筆記 對不對 我們訪客 這裡也有 有沒有 諺語也很認真 這樣您了解 那可不可以看內容 當然可以啊 點進去就看到了 好 你往下走 筆記 筆記 筆記應該是在後面的 是哪一個 忘記了 好 在單據筆記 這裡 就是這邊 有沒有 它是有畫進來了 這是用手寫筆記的方式 所以這個是OneNote的一個優點 等於說它在電腦操作端 它就可以很輕鬆的做到 那如果是這種投票題就比較屬於什麼 一翻兩邊 沒有人做這一題 我們看一下 好 這一題 來 有沒有這樣 那這個大家回答的都還不錯啊 至少有超過三分之二是答對的 看這就是對細菌有用而已啊 對病毒有沒有用 沒有用啊 所以呢 感冒不容易啊 除了客流感 那個比較特殊一點 大部分的感冒都是病毒嘛 所以您知道嗎 我上課喜歡出這種長字體 長字體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 對大家的這個助力也蠻有幫助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 塗鴉體 塗鴉體其實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那我已經看到有人錯了 好 那你說 欸 糟糕 這樣子好像看不出來對不對 來 我們看一下 這位同學 我們的優門跟奔門 會有兩個出入口嘛 對不對 一個出口一個入口 那哪一個才是優門 下面這一個啊 所以這位同學 不小心錯了 那老師可以看一下他 當初怎麼畫的 好 完全沒有任何詞意有沒有 糟糕 這樣了解齁 所以其實 我們在豌豆這邊就有這個好處 蠻好玩的 同學也覺得很有意思 那我們上面這個叫奔門 這個是什麼 大家在看廣告的時候 有在賣胃藥 他說 灰瘦心 有沒有 就是這個地方無關的好 所以胃酸逆流啊 就會經過 所以我們有生物老師嘛 對不對 遲到會經過心臟嘛 所以就會有灰瘦心啊 好 所以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 哪個同學 欸 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是我們在 使用1Note的時候 你看我們剛剛看的練習題 剛剛看的什麼 塗鴉題 對不對 還有投票題 那再來我們要看的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欸 影片題 影片題的話呢 其實我們在這邊 你看一樣從這邊進 影片題就不用從這裡看 就直接看影片到底什麼時候會出現就好 來 我們往下走 比如說這個 把它打開 那你一進來呢 會有個單元說明 除非他已經看過了 那就會像剛剛一樣就會先收起來 那我們在這邊3分14秒 所以我就把影片跳到3分多 好到這裡 因為同學喜歡看影片 但是 如果你像我這樣 我還要自己看時間到了沒有 然後要把它暫停 同學會叫你 STOP 老師我還要看 對吧 但是呢 這個放在裡面了 就沒有這種困擾 有沒有跳出來 萬一他答錯了 只好再試試看嘛 對不對 那請問 一個影片裡面可以輸幾題 隨便老師 但是你不要打擾他太多次 他會生氣 通常我大部分都輸1到2題左右而已 就是我們把它的重點 那我們在看這影片 玩弄還有個好處是吧 比如說我一段影片是10分鐘 你不見得要從頭看啊 我可以指定這個影片從第5分 開始看 看到第幾分鐘結束 也就是說我讓他看重點就好了 他就不會看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是在one note的影片題的部分 是一個很不錯的 所以如果他答對了 當他確定了 好 那他就可以繼續往下看影片 好 所以 您有沒有發現 我們透過one note的這種 看的方式 有沒有比較好玩一點點 比較好玩一點 所以這個呢 給老師參考一下 我把它還給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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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